tra cage hoho 大家好我是阿酸 最近對骯髏巨人這場卡有莫名的喜好感 然後尤其是他搭配上神劍射手 前幾天有一集是 晉級的骯髏巨人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 反正神劍射手在塔邊 應該叫做橋邊 有机会他的射程可以直接射到对方的公主塔 所以就会还蛮强的 那骷髏巨人做一个挡在前面的坦 他死去的时候留下那个炸弹 对方又没办法轻易下冰下来 去解神仙射手 这样神仙射手可以多射好几下 所以我决定今天再来玩一次这套卡组 因为我觉得他感觉也不只是玩玩而已 我觉得还蛮强的 但是大家好像都还不是 就没有很喜欢骷髏巨人这张卡 我看大家反应好像对他觉得还好 所以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应该可以再试用看看吧 好我们今天就从九圣继续往下打 就轻轻松松来到九圣 这个骷髏巨人应该还算不错吧 好一个飞铜 那这套解石头相对来说 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都是群伤的角色 但是有一场是我对上了 我对上了石头 我原本已经快被他推掉了 快被他推爆 他每次石头进来就是会造成一点伤害 但是在最后我用神剑射手 在桥边 直接抓到他一波石头的推进 就很成功的把他 击穿 直接在超远距离的地方击穿他 好像还可以 这波 对方好像是走什么路线 三枪 好哦 双方你来我往你来我往 他应该是三枪吧 好那场我没有路下很可惜那场超帅的 就是神剑射手在对方塔 我塔血大概只剩400多滴的情况下 然后他的塔血大概有 至少一半吧 就直接抓到他桥头 直接 直接一次击穿 好滚木 走开 嗯 嗯 我先想想看 古巨人走右边 古巨人 诶 这竟然是 三枪 哇 直接被轰爆了 好拉起来 有 有击 有射到吗 没有好可惜 这个 胖子拉的距离好像有点 稍远 哇 那这个 那一剑 好三枪 来哦 有啦 带走 Yeah 最後偷塔是有成功的 就是 確實靠著這個神劍射手 拿下來這場勝利 你覺得剛打這個胖子三槍好像 遭險危險 好 下一場 我想試看看有沒有辦法 在幾乎滿血的情況下 就能夠用神劍射手 對方滿血的情況下 用神劍射手搭配旋風跟滾木 直接一擊必殺這種感覺 應該還蠻酷的 不行 對方這個是有帶地獄塔的 這場 欸 是嗎 好 走不進去 這個炸彈 留下來了 不一定有帶地獄塔 這個也不是 標準的騎士桶 所以再看一下吧 好 走開 6點 9點 好 這個衝刺 好 還有得打 看一下他公主有沒有偷我 偷我塔血 先壓著一下 這樣子 來槍 可以 這波撿掉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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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好險 滾走 好 來囉 喔喔 雙方這樣子 好 雙方這樣子 偷查 偷查斯克 一個 糟糕 這個滾木有點失誤了 但是 有 炸彈送進去了 那這場我們拿下來了 好 穩穩的穩穩的 就說神劍射手跟酷有巨人搭配很強 真的很強 好 看一下對方的 杯數 好 四千分的 好 有機會我會 再打個百轉的來試看看吧 如果十轉這麼穩的話 可以 一個手牌 過一下 四母早就被 換醒 不是 很妙 我的骷髏巨人還在後方 野豬 媽 滾 拉著 好 這個偷 偷蠻多了 爆炸 好 不錯不錯 這樣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雖然說很早就被喚醒 主塔 好 這裡 這邊再等等吧 啊 我的哥布林 沒處理好 很傷 很傷 好 剛剛是不小心讓 飛虎突破揮浪那下 他有點崩潰 欸 趕快拉著 三撿 三撿應該還是可以的 好 可以 活下來了 這裡 大堆拉 喔喔 把揮成道 有點太大意 好 我要偷 偷塔了 好 吸起來 就是這樣子 讓 快點喔 讓他自中 好像還可以吧 剛剛這樣子 扣一下蠻賺的 這個旋風 好吧 出發了 出發 出發 這邊有點 拉的有點少 應該是 神射手拉的位置 放得有點太前 好 還是要再 努力一下 吸起來 嗚 好 可以被耗食囉 快點 骷髏巨人 可惡 好 慢下了 他 就是差那個 0.5水吧 沒有成功下出來 好 收個 寶箱 輸給這個黑暗王子 我覺得應該有機會 好 再一場吧 原本想說 順順的 12-0 結果輸掉了 我覺得神射射手 剛剛其實有幾個機會 是當大皮卡出 應該是可以直接去偷 偷塔了 那我們有抓好那個時機 下的位置有點前 喔喔喔 這樣子我不太妙 我木帶一下 如果需要 炸到 炸到了 炸到對戰去 剛剛王子好強喔 那個衝 衝撞隨便 隨便帶一下 就沒血了 好 決定用兵法來守 墓圓 好 穿他 是不是 這波的炸彈 精華 不理你 好 這個炸彈 不理你 咦 怎麼落了 可惡 好 剛Lag啊 我這個 應該很完美的 好 再一次喔 旋風 抽起來 好 還有 有 有預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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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繼續往前頂 欸 等一下 要處理好 再滾木 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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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這波解掉了 好了 這場贏下來了 好 欸我發現一個 有一個蠻好的招式 就是 剛無意間死出來的 就是 當骷髏巨人搭配 嗯 神劍射手的時候 可以直接帶一個旋風 同時呢 把對方的兵 拉到 拉成一個直線 可以讓神劍射手 射公主塔 那同時呢 自己的骷髏巨人呢 又可以 繼續往前走 然後移留炸彈在對方的主塔下 所以 我應該有機會 所以還會再來 測試一下 覺得這個打法 我可以再把它弄得順一點 好 很成功 很順利的 再介紹一次 這個卡組給大家 然後 我覺得神劍射手 配酷魯巨人 真的是還不錯 就是大家好像 對酷魯巨人 這個感覺好像還沒出來 所以我應該會再繼續玩一下 嗯 因為我對他 目前心中還蠻多想法的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旁邊 來 同時想當 我是阿沙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